這我想看到 你滿足了 我很久沒有喝到藥酒的 喝到酒的那個味道 先想訓練 是很想訓練 專業煮的 真的 你剛剛不是一直在講話嗎 你是什麼時候這樣 沒有,我喝了 它就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一般我們去原住民餐廳 它不是竹筒 然後弄一塊火山石有沒有 丟進去 很快的那個瞬間熟的那種蝦 其實就很像那個味道 很像那個味道,很棒 很棒 初心姐 比較可惜是它冷了 它熱的應該是非常好喝 因為它那個湯頭已經 整個濃 包括蝦的味道 包括菇的味道 都已經濃縮出來了 對 而且它的紅棗枸杞沒有太多 所以沒有搶味道 我現在我的食道有點足了 它是有什麼關係 不過它酒精已經揮花掉了 沒有,有還是有 它酒味其實滿重的 你要知道隔壁這個很久沒碰酒 我想說那個沒什麼酒味 我覺得而且重點 它不油 它喝起來有清爽 清甜 然後呢 而且它的鮮味 因為那個蝦有那個鮮 它很難的就是說 它喝起來清爽 可是又有做到重口味 對 很難耶 頭有點暈了 妳誇張 而且它睡了 所以還有 它這個蝦菇淡酒真的很好吃 但今天要PK的這一個 上次的冠軍 好滿哦 這一鍋看起來就是不得了啊 好厲害 客家雞酒 雞腿一隻 雞蛋三顆 老薑片 米酒 總共195百 不客家是要全酒耶 對 對啊 我一講到客家雞酒 我又有點害怕 我可以講一下 我從小是 又是甜的是不是 不是 因為我也是客家小孩 我爸媽都是客家人 然後我印象非常深刻 是我在坐月子的時候 那時候我在月子中心 我媽想說要給我補一下 我喝一口的時候 我說天啊 我媽是在玩我嗎 一直被玩耶 然後我就打斷 打斷要給那個櫃台 我說妳可以幫我弄 用一下嗎 因為這個完全不能喝 因為我真的覺得很像 我在喝工業酒精 那這麼正哦 妳幫她弄假酒給她 我跟妳講我老公也喝了一口 她說這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後來他們是點火 點到10分鐘打來說 那個火還在燃燒 對啊 太誇張了 然後我問我媽 我媽就說我就是用全米酒 這酒味超重 真的嗎 我會有陰影 妳會有 妳會開心 這個喝完不能開車 對不對 這有酒味 酒味真的很濃厚 對 而且要給大家一個觀念 很多人都覺得 我讓它火燒完 酒精就沒了 錯 你燒再久 酒精都還會有 沒有辦法燒到完全沒有 可是至少喝起來 會比較容易入口 對 妳喝起來覺得 沒有那麼嗆辣 容易入口 可是它不等於沒酒精 所以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覺得它真的很會做 對啊 好強喔 雖然我自己只撈到蛋黃 但蛋黃這樣煮了之後 它還是很Q 因為它油比較多 然後那個雞腿 就是不會 不會太硬 就是它是有彈性 但是就是還是咬得短 就剛剛好 然後那個味道很單純 但是就覺得 單純中還是很夠濃郁 對 然後再加上那個一嗆 就覺得 對 這就是冬天 這個下次在滾的時候 一定要追加一瓶再倒進去 更好的 這個更濃 我跟妳講 它滿厲害 因為它的東西很少 可是喝起來 是知道它會做的 厲害 因為它的料理是裡面有蝦 有什麼 你會覺得這個很豐富很好吃 可是它那個就 就兩、三樣東西而已 好香哦 我贏 這個很難選耶 零調味 什麼都沒有 我們再等五分鐘 妹姐就會開始追酒了 我可以再加一碗 只要湯就好喝 來,高興,你有喝嗎 有,我剛剛喝過了 然後現在頭有點暈 這個真的是很濃 很濃耶 不是阿嬤的味道 我們是祖賢的味道 你看這個祖賢 好了吧 祖賢都亮出來 他等一下祖靈就也出來了 我覺得妳這個是酒鬼的味道 對啊 不是,可是我以前剛煮的時候 然後打電話回去問家園 每一個從阿...我們叫阿婆 從阿婆到我爸爸也是廚師 阿婆爸爸媽媽全部都說 你要記得哦 要起鍋前要再加半瓶酒 因為那個酒味才有 就是不可以沒有酒味 然後你要記得哦 不要讓一滴水進去 因為它會跑掉 那為什麼客家男生酒量 都這麼差呢 都淋成這樣子了 可能就是那個女人 客家女人在料理的時候 有巧思 就是不要讓酒精揮發掉 這樣子 你知道客家人為什麼可以 不能讓他醉 對,怨婦不能喝 好想喝哦,超香的 在旁邊都聞得到 好啦,那三位評審就要來進行投票 妹先來 我會投客家雞 雞酒 因為你知道我喝 我喝完到現在 我的嘴巴是很香的那個麻油味 柯竹竹 不是,據說這一輪我要先投 因為他讓專業廚師做最後的廚師 是,讓他做壞人 其實也沒意思 因為我也要投客家雞 但是我必須講 它真的很厲害 因為材料很簡單 對 一樣都冷掉 可是它讓我吃到的客家雞酒 我覺得比我們坊間某些 據稱很有名的那些雞酒店 都好吃 對 對 真的 真的 你考慮開店了嗎 可以 可以 你去林森北路開 對 他還有加上是你的便當 對 好強哦 不過他會下重成本的 然後最後是我來評審 因為是給高興吃的 高興剛剛喝一口就酒量那麼差 對啊 什麼...什麼開始倒汗 但是你... 他喝第二碗等一下就吐了 沒有,我擔心 高興你也就喝醉了 因為今天我們都是媽媽 我怕她酒後亂醒 所以... 所以你只適合吃蝦 而且一次吃三隻 基於保護媽媽的例子 對... 一次吃三隻 這樣子 黑黑 黑黑 多兩個黑 不行哦 OK 這一回合呢 我覺得兩位真的 每一次他們做的菜都超好 對,他們兩個都... 這兩個很厲害 你們真的應該要聯手開餐廳 對 對不對 我都各有各的特色超好的 我也輸兩次了 我還要跟你學習一下 可是我跟你講 因為你們的東西是各有 非常不同的特色 對,不一樣的特色 你們真是死亡之主 好,我們這個... 茵茵這一次又獲勝了 對不對 謝謝 真的很厲害 期待你們兩個聯手開便當店 太棒了 太厲害 好的,我們吃完重口味了 我們來看下一段是什麼呢 接下來這一組呢 是海陸雙翔燕 好棒 我都給你吃到了 不過我懷疑那個價錢 是不是寫假的 對啊 你這個格力... 你那個是不是在金華街 買的火腿 什麼 來 不行,你這樣說 是金華補習白飯 旁邊早餐店的火腿店 對 這個蛤蜊蒜頭雞湯 雞腿一汁 蛤蜊半斤 你家開超市的對不對 你開超市才會 蛤蜊半斤 蛤蜊一斤一百八耶 對啊 這邊才168 沒有啊 它應該是沒有到半斤啦 我在那個超市買 它就一包真正空包裝 妳說買580 然後就算168 沒有,沒有 我有發票可以證明 它一包才69 然後這個雞腿才99而已 然後就可以煮一鍋湯 然後大家喝 然後重點是那個蒜頭 因為要香 然後它一半要下去炸 才炸出那個蒜頭的香 妳做金銀蒜 誰教妳的還這麼厲害 還做金銀蒜 蒜王找的 這樣看得到嗎 等一下 可是要留一半不能炸 因為它那個蒜頭的甜 那是香港在煲湯專用的 然後蒜頭上面有那個 才不會散對不對 用過的痕跡 香味不一樣 對啊,有沒有 媽媽教的 而且它不能拍攝 它要整顆下去炸 這很後面了 我們來賓等一下吃一吃 是不是每個都流鼻血了 因為我們沒有那麼虛 就吃一個太薄 它聞起來的蒜頭味好香 可以 它一拿過來 我就聞到那個蒜頭味了 那一小鍋 我就加了十顆蒜頭 就蒜頭 而且是大顆的 大顆蒜頭 這都學起來 一般家裡都會有蒜頭 所以那個就沒有算在菜單裡面 但妳是帶皮去炸是不是 沒有,有剝皮 就一顆一顆剝好 然後才下去炸 沒有帶皮炸 它是剝好以後去炸 然後炸到表面有一點金黃色的 然後撈起來把油瀝掉 瀝掉以後 再用熱水沖一下再去熬湯 好香哦,這蒜味 所以它的蒜是兩種香氣存在 一個新鮮的蒜跟那個炸過的蒜 所以我今天要來瀉吃一下 而且上次那個便當才是... 那個便當太辣了 對啊,你上次的鞋子 鞋子太辣了 我給妳知道 今天是不是就 喵喵五星底的感覺了 肉是嫩的哦 OK哦 它除了用香港人的那種 金銀蒜的作法 它又加了蛤蜊 然後掉那個鮮味出來 對 所以蛤蜊就是便宜的干貝 對 所以但是那個鮮味絕對是足的 絕對是足的 這個... 如果說要拿出去 不會一樣都是OK的 對 很厲害 所以一鍋的話 那種六人份一鍋的話 應該可以賣個七、八百美 謝謝 要開店了 要開店了 接手開店 我跟妳講 評審們不要把話說太遠 因為上一個 就是說很滿重 然後大家都 講說前面這個 好久沒有喝到這什麼原住民的味道 對 好 媽媽的料理 哩哩雷哩雜聲音碰 為了這一道湯還上網搜尋 還問他媽 還問誰 你就是沒有把長輩亮出來 會做這道湯的原因也是 因為過年的時候媽媽會做 可是媽媽已經不在了 對 所以 做不好也只能掛飛回家問媽媽 沒有 做得很好 投給他 做得很好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名字取錯 對 但是湯是好喝的 名字就不要把 對 它是裡面最貴的東西 寫在這裡 好